大家好 我是虞超 在武汉肺炎的瘟疫之中 有一位 医务人员的对话记录就传出来 他说现在武汉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医务人员 他希望呢全国的和尚道士也来武汉去 支援他们做道场 因为他说天空中全是这个 冤魂的哭喊 我不太清楚他的 这个描述 是文学描述还是一个 实际情况 但是呢 与此同时可以做这个 对比看的呢 就是武汉那个地方啊 去招这个台师工人 台师工人呢就是 每个小时是1000块钱 要这个 有条件是不怕鬼 这个就挺奇怪的我觉得 怪在哪呢就是 你比如说要做这种 比较脏比较累的活 他那个招工上面会说这个 不怕脏 不怕累 但他现在说不怕鬼 我就觉得这个在怕脏和怕累 这个要求 他有一个没有严明的前提 就是这个活是脏 是脏的 也是累的 脏累是存在的 但他说不怕鬼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鬼他们现在就能看见了 这其实是个问题 那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看在这个历史上不少笔记小说中啊 还不是笔记小说 就是笔记日记之中啊 提到过这个事情 就比如说这个 清军入关之后 对汉人 做了这种非常残酷的大屠杀 比较有名的有扬州时日 嘉靖三徒之类的 我记得在描写这个扬州时日的这个 笔记之中啊 因为当时杀人杀的太多了 所以那个鬼呢就白昼 就是 出现 然后他有声音也有形象 这样的 我不太清楚现在武汉是不是也是这样了 很多事情呢他这个 发生了以后啊 就是被人们记录下来 但是呢 这个 过的时间长一点以后 因为别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他就会认为这个事情都是怎么说呢 都是迷信或者都是小说 我觉得 像刚才我说那个 这个 扬州时日那个 未必是小说 那么现在不管这个 武汉那是不是能真的见到鬼 那么现在他所招收的这些这个 台师的一些功能呢他是 如果他能招到的话 我觉得他肯定是 这种这个按他们的要求说是不怕鬼的 因为那死人死的实在是太多了 无论是你亲眼看到鬼还是你这个 心里的这个这个想象中的那种 对鬼的恐惧他都在没有 是吧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这样的人会是什么人 大家想过吗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 那些就是说 社会底层 而且呢 此前很多情况下可能是走投无路的人 才会在这种情况下 去那儿当这个台师公 那么 他呢是 此前如果是走投无路可能是这个 社会比较底层的人 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这样的社会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歧视是非常严重的 呃本地人歧视外地人什么北京人歧视这个这个 这个城墙结合部的 然后呢城市人歧视打工的反正 各种各样的歧视 因为那个地方是充满了伤害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人如果是此前 他 在他的人生中 在武汉地区他受过很多很多歧视 伤害走投无路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他去 呃台师而且他符合了那个要求不怕鬼 那么大家想一想 他会对你的亲人的尸体做什么呢 他会监污你亲人的尸体吗 我想提这么一个问题 他会不会把你亲人的尸体 给 剥光了以后比如说男性的尸体和女性的尸体 摆成某种姿势他们取乐呢 他们会这么做吗 那么我的观众可能想说余超你上次这个 讲怎么怎么吃掉人肉啊 这次讲兼尸 你是不是这个 心里 不太正常啊 真的吗 那么让我来给你说一说 我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情 法轮功在被镇压以后啊 有大量的人口失踪 那么 比如说我太太 她呢 这个是成长在 航天部医院也就是运载火箭研究院的 运载火箭研究院那个 法轮功的负责人叫曲善明 当时是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 从2000年就开始失踪了 好像是 还是2002年我记不清了 从此他们家就是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那还是运载火箭研究院的一个 一个技术人员的 就是受我高等教育的 技术人员 那么我在美国的一位朋友 叫黄万青 他的弟弟也失踪了 这年20年 那么与此同时呢 与此同时呢 在大连 有一个德国人 叫冯哈根斯 在那建立了一个 尸体塑化工厂 有很多来源不明的尸体在那个地方被剥了皮 像血管 里边注入塑化剂 整个尸体被塑化 然后是剥了皮的尸体 做出男女性交的动作 有的甚至是 孕妇的肚子被抛开 里边有被塑化的婴儿 胎儿 然后这样的尸体呢 全世界的展出 被称为科普 甚至被称为艺术 而有各种各样的 线索表明啊 这些尸体是来自法轮功学员的 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 说的是那个 走投无路的 不怕鬼的 台师公 据入尸体 只是把他们的衣服剥掉 而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把法轮功学员的皮剥掉 把他们的尸体做成性交的 姿势 全世界展览 这是我心里变态吗 还是说这个世界对这家的罪恶 扭过头就太久了呢 实际上 我在监狱里呀 我和这样那个那个就是社会底层完全心里充满着恶的这样的人生活了曾经十年 我在读柏拉图的时候 他们就在旁边商量 说以后出去 要怎么就是有没有可能去什么那个医院的太平间去兼施 这就是我我我日常的生活 我在耳朵里听着别人探讨如何兼施 然后呢去外面去逃监狱的化粪池的同时看着柏拉图的理想国 然后学着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计算机的编译原理 我就这么一路走过来到了美国 所以呢就是说 我在想想指出这么一个事情哈就是我多次多次说过 这十几年来我太多次说过了就是 今天是法轮功明天就是你 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我说这个武汉人的遭遇可能比当年的法轮功还要糟糕 所以当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去忽视这么一个深不见底的恶的时候 你们都会成为恶的牺牲品了 我之所以说这个话题呢 是因为不止一个人在我的节目下边留言 问我 说这个 说这个 武汉那个有三个小孩 一起就是被 尸体袋子给 装在一起了 那他们要对这个你所说的这些就是说这个恶 负什么责任呢 那么我是这么一个回答 索多玛 俄摩拉 就是被 上帝 耶和华的天使毁灭的那两个城市 也有小孩 也有小孩 他们要负什么责任呢 这个其实啊 这个问题 其实问问自己的内心 中国有句话叫霍颜子孙 有些罪恶是霍颜子孙的 很多人说我怎么怎么善良 具体的情况 我无法评论 但我刚才把 刚才的那些事 说给大家听 说给大家听 此时此刻 武汉的那个处理尸体的地方存在不存在污入尸体的情况 也许就在发生正在发生 如果 一个这个世界 他的这个 最基本的 对善的追求被践踏的话 会发生的恶是深不见底的 那么还有一位朋友 他也很年轻了 他这个质问我我并不怪的 因为他可能还不到21岁 他讲的说那个 那个 我意思是中国人那个怎么对不起你们了好像是怎么说的了 说那个杨改兰死了你们法轮功也没做什么呀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怎么说呢在我看来是 太欠这个斟酌了但是我在这既然谈起来我还是说两句 以什么杨改兰这样的例子为例 他的处境 从制度层面说呀 是中共的恶症造成的 那么要追究也是追究中共的恶症而不是追究法轮功没有提他做什么 这个 这个是 你这个追究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处于那种困境 物质上缺乏的困境 和法轮功整个群体因为有真正的追求 因为这个有向上的追求而被 迫害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一个是物质层面的 一个是精神层面的 是这样吧 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精神层面的是一个向善的追求 那个物质层面的呢是他 因为在这个一个恶的体制中他被剥夺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人最根本的东西是他的灵魂上的东西 所以呢就是说其实这两件事情作恶的都是中共 但是这个提问者他却把其中一个受害者 他的遭遇去置为另外一个因为灵魂上对善的追求 而他遭到破坏的这么一个群体 这是完全错乱的 这其实也是证明了他这个 缺乏这个独立思考和这个 怎么说呢 和内心的一个向善的追求 这是两个同时 就存在 他还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一个是他内心没有一个就是 向善的航标 缺失这个航标 另外一个呢他缺少了独立思考 仅仅是呢 以为这些逻辑上的东西能解决问题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真正洞彻世事 你必须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像北极星那样的一个航标 来指引着你整个人生的航程 你才可能 偏差小一点 那么 所以呢就是说 刚才我就谈到啊 这个人们去问说这个 那个三个小孩 他就在尸体袋里边被包装起来 他们有什么错 是不是 实际上我想说的呢 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呀 这个罪恶 不仅仅是武汉地区的 我现在就点和武汉地区有关的罪恶 武汉这个地方 是镇压法轮功那个 机构610办公室 全国会议每年在武汉开的 武汉这个地方发生了大量的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样的 这个 器官移植 而且呢当那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 打第一枪的就是武汉电视台的 赵志珍 赵志珍后来他呢来美国看他那个在美国当时上哈佛大学的这个女儿 在美国被法轮功群体给告了 后来他就回到 武汉就再也没有这个来美国 就我所知是这样 那么 那些人 就是 可能还继续问我说这些事他们干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话说到这儿我就不想再多说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回去问自己 问自己 不要来问我 如果你 就是说没关系 你咬住这个就扛到底 瘟疫还会再来 而且就会降临到你身上 就这么简单 我也希望他降临到你身上 那么 如果你想 你想 觉得自己啊 可能还有做得更好的地方 那我觉得 现在就是你啊 开始一个新的人生 成为一个新的自我的这么一个契机 那么呢就是 实际上刚才我说了武汉 其实这件事情 他的这个罪恶是全球都卷入了 在2018年 9月底吧差不多是 在这个西安呢中共呢 举办了一个就是什么 这个全球这个器官捐献大会 梵体刚 派了他们的主教和梵体刚科学院的人 来到这个大会上 去给中共背书 实际上活着器官这件事情 梵体刚 直接给中共背书 这是一个 然后呢 世界上整个的那个就是 叫TTS就是 世界这个 器官移植协会 世界器官移植协会 他们也是一直 和中共打的火热 直到法轮功群体开始质问到他了 他赶紧切割 赶紧切割 而且就他们过去的事一言不发 这些世界上的这些组织啊 什么什么这些宗教团体啊 他们都有 都这个这个卷入了这个 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尤其是活摘器官的罪行 而且呢在活摘器官之前 很多女性大法弟子 遭受性侵害 遭受到性侵害 然后他们的眼角膜 被移植 他们的肝被被 他们眼角膜被摘除 肝被摘除 肾被摘除 就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武汉 武汉的瘟疫还是轻了 在我看来 那么呢 我今天的话就料在这 瘟疫还会再来 而且会是全球性的 因为参与对法轮功的镇压是 全球的这些恶势力都参与进来了 他们都要遭到报应 那么今天我的节目呢 就做到这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